疫情期间不少人也跟着减少运动 因为能害怕到密闭的健身房 而这也间接的影响到了健康 台中市的宏光科技大学物理治疗系学生 他们设计出了几款像是拉筋伸展的影片 另外他们在制作存的QR Code 贴在了公园各个角落 民众一扫就能够立马来运动 拿出手机扫墙上贴着的QR Code 画面瞬间进入到了有氧运动的教学 脚没有能够立马 张佩在影片的带领下 手扶着栏杆90度的弯腰伸展背部肌肉 即使在空旷的公园 一个人运动也能够有专业老师 在一幕那头慢慢教 那我想我们希望全民不要等到 我有病痛我才去找 去医院找医生包括物理治疗师 如果他们可以主动出击 去提供他们专业的服务 利用这个公众都可以使用的公园 那我想就可以全民共享这个好处 就是大家一起来运动 这是宏观科大物理治疗系学生的创意 因为疫情期间很多人几乎不运动 间接影响激励及健康 预防生育治疗宏观物质系的学生 就运用索学进行问卷调查 依照年龄设计出几款能舒缓身体肌肉的 简易运动 包括有氧运动 上至背部拉筋 瑜伽等影片 再把影片上传到网路 制作成QR Code 贴在公园里 主要我们就是用一种游泄方式 吸引一些不同年龄层的人过 就小孩老人或者是青少年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是用桌游 像刚才那些影片的部分 然后做一些舒展的动作 然后希望他们来公园 可以在那边广场上扫个QR Code 可以就自己看一下影片 大概几个人在那边拍好 然后在那边跳一下 然后这样也开心 瞄准几乎天天会到公园运动的爷爷奶奶 用手机平板扫描QR Code 不仅能够就近运动 还有老师线上教 那是要大老远跑到健身房 重点是长辈培养规律运动的习惯 而且拥有正确的观念 感觉真的对身体很健康 年纪大了都就是要有一点运动 把筋拉开要比较松弛一点 人手一级的时代 透过手机当作媒介设计QR Code 民众运动更能随时随地随点随看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正确的运动习惯 请开启发